大家好 各位參加中大醫學院Info Day的朋友 在以下下來幾分鐘 我會帶大家了解一下醫學生頭三年級會學些什麼 還會帶你們參觀醫學院全新的教學實驗室和導修室 這些地方平時很少被人看的 大家要跟緊啦 中大醫學院在1981年成立 提供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到現在有九個學士課程還有研究院課程 這裡是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 以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為例 醫科生頭三年要學的有 解剖學 細胞及組織學 分子醫學與遺傳學 生物化學 生理學 藥理 這些課程和臨床前期基本技能 都會在這裡的實驗室和導修室進行 Professor Chen 你們正在上課嗎? 是的 你們來了中文大學醫學院的解剖室 我現在其實就跟同學來上Human Structure 這一課就教同學來認識身體內每一個的構造 知道他們的商戶關係和公用 為什麼你會來了這裡? 哦 今天帶大家來參觀 讓大家對中大醫學院了解多些 哦 這樣啊 不如讓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班同學的老師 他們是我們一班學生的無言老師 這班老師因為患病 其實已經離開了世界 但是他們願意將身後的遺體來捐出 讓我們一班醫科生 在他們真正接觸病人之前 真正地了解人體構造 以及讓他們能夠落第一刀 這個經歷比起對著模型 對著書本 讀十次 讀八次 都來得更加有用 醫學院的學生 第二年開始就會跟無言老師學習 這位老師會陪他們兩三年時間 每教識學生一樣東西 日後就可以救治多一個 甚至很多病人 在大樓度過頭三年的時間之後 同學的課室由學校變成各大醫院 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 每年會迎來一批新的學生 會不會是今天來參觀的你們呢 中大的教授 他們都很好的人 和很可能教我們 就算現在疫情都好 他們都安排了很多 案内訓練教我們 雖然讀醫的道路 會充滿挑戰 但我相信 也是很有意義和很值得的 在醫學院裏面的教授們 還有老師們 他們都十分努力 建立了一個最好的醫科課程 和一個很理想的教學環境 我們期望各位同學 能夠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